《寶可夢傳說阿爾宙斯》已經發售了一個禮拜以上 許多眼間的寶可夢資深老粉考察黨 已經在遊戲中挖掘了很多很多 隱藏在寶可夢傳說阿爾宙斯之中的歷史彩蛋細節 其中最讓大家討論的 就是這些在未來時代登場角色的祖先們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寶可夢傳說阿爾宙斯》發售於2022年1月28日 是Nintendo Switch平台上的寶可夢系列遊戲 冒險舞台是在古代還沒被稱作神奧地區的神奧地區 那時候還叫做喜翠地區 雖然時間不同但在地理位置一樣的前提下 現代神奧地區角色也就是鑽石珍珠所登場的角色 在喜翠地區會出現幾個祖先也不奇怪 官方也有明確講到 除了已經公開的角色以外 本作品中也有其他角色的祖先會登場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髮型、髮色或者名字邏輯來認出 部分古代角色是哪些現代角色的祖先 當然很多東西都還是預測 Game Freak 並沒有名獎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分成確定組跟證據還是不足的疑似組 但我會盡量補充我認為的線索跟看法 另外這支影片既然會講到劇情登場角色 那就一定會有爆雷 有這些共識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寶可夢回憶錄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到本頻道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今天第一個明顯是祖先身份的角色是阿爾宙斯中的民謠跟小趙 主角收集圖鑑旅圖的前輩身份對應了鑽石珍珠中的明輝跟小光 無論服飾風格、髮型、髮色連名字都有一定的對應邏輯 那下一個祖先角色會比較有爭議 是目前背景沉迷非常神秘的拉本博士 雖然在遊戲中拉本博士是跟我們玩家互動最多的角色 但其實他的背景一直都沉迷 只有用一些小小的細節帶到他可能的來歷 第一拉本博士的語法會不斷穿插非神奧語言的外文 第二拉本博士有提過他是來自其他地區 第三在他所撰寫的寶可夢圖鑑內有提到他家鄉的大王銅像 第四他的研究設施有加勒爾雙彈瓦斯的設計 這幾點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拉本博士來自加勒爾地區 但他會是誰的祖先呢? 現在眾說紛紜有一說是拉本博士跟丹地還有賀普的血脈 有連結 我個人也覺得這個論點非常的有利 無論紫色的配色或者膚色 拉本博士都跟丹地兄弟有著某種類似度 在丹地跟賀普加內更擺著神奧專屬的特產 不良挖的木雕 特別要提丹地跟拉本博士更有許多微妙的共通點 兩者都有敘湖 兩人衣服上的花紋竟然幾乎一樣 在官方提供的例會之中 丹地跟拉本博士都是指著某個方向 在兩部遊戲之中 給玩家三隻初始寶可夢的也都是這兩個人 遊戲開始之後邀請主角去吃飯的行徑也幾乎一樣 拉本博士跟丹地之間的關係雖然沒有實際定案 但我認為也確實有討論空間 被我歸類在疑似組 那下一組祖先子孫對照角色 來到幾乎是村長的存在 銀河隊的首領官僚嘴臉馬加木 官方有明講過 鑽石珍珠的山梨博士正是馬加木未來的子孫 所以這個已經相當於確定人物 那下一個祖先是銀河隊的調查組組長星月 對應的角色是未來銀河隊的領袖赤日 特別要講的是星月因為子孫赤日變成滅世大魔王 所以當初吃了不少風平被害 以為星月他一定會搞事 沒想到星月在遊戲之中竟然是徹頭徹尾的好人 最後劇情也讓星月有一個超刷好感度的表現 非常出乎我意料 接下來比較有疑慮空間的角色有兩個 一個是金剛隊的隊長鋼石 跟珍珠隊的隊長珠貝 身為這次寶可夢傳說阿爾咒斯之中非常有人氣的兩個角色 雖然玩家兼對於他們是誰的祖先有很多的說法 特別是珠貝身上有很多特徵跟小瑤類似 但這邊我補一個但 他們兩個無論名字或者背景 我幾乎找不到對應的子孫角色 我認為他們兩個並沒有特定對應的子孫角色 也有可能只是還沒有登場 或許在未來的第九世代遊戲之中 我們有機會看到他們的後代也說不一定 銀杏商會的銀人無論坐姿跟眼神都很明顯的對應了 未來的最強管主電刺 電刺的好基友四大天王大葉 也明顯對應了這次負責教學招式的貝里拉 說到四天王 寶可夢傳說阿爾咒斯之中所登場的盜賊三姊妹 阿松、阿卒、阿梅 阿松則是對應了未來的四天王、菊野跟菊子 使用的寶可夢也完全對應兩個人的地面系跟幽靈系 也印證了長期以來觀眾對於這兩個人是否是親戚的推測 阿卒在未來也有了子孫 是神奧地區、道館官主、小松 相對於其他兩人的子孫都有成為公務員 阿梅的子孫鄭新則是繼續擔任反派組織成員的地位 有種階級複製的感覺還蠻可憐的 那下幾位祖先子孫比較沒有爭議空間的 我們會快速帶過 阿州斯所登場的小米、G1、阿冰、三葵、火夏 明顯對應了鑽石珍珠中的米一、來自黑白河中地區的菊老大 XY卡洛斯的德府 以及會在鑽石珍珠百代森林閒逛的雅美 還有非常著名銀河隊的反派火星 這幾個人之中G1跟阿冰的祖先也根本明顯到不行 G1各種對於礦石的研究也完美呼應了菊老大未來靠礦山致富的根基 而德府跟阿冰同樣跟冰岩怪有很深的淵源 商店老闆跟銀河隊的桃發也完美對應到未來銀河隊科學家的冥王 福士店的沙龍也非常明顯的對應了未來神奧地區的尖端訓練家石蘭 負責村莊植物種植的種植大任交給蔡華 而在未來的時空裡 他的子孫蔡總也擔任了草屬性道館管主的職位 本來在鑽石珍珠中戲份很少帶著路卡利歐旅行的超高人氣訓練家雅璇 也在古代有著雅白這個祖先 兩人的名字也完美對應著雅璇的玄其實就是黑色的意思 兩人分別代表著黑跟白 那麼幾位跟神奧角色很有淵源的祖先們我們都推理完了 古代神奧地區所登場的角色 除了跟未來鑽石珍珠版的登場角色很有重疊以外 也有讓我們很驚喜的角色祖先登場 首先就是同樣是銀河隊的茶花 明顯是來自成都地區的四天王二系高手梨花的祖先 還有侍奉瑪迦的忍者石月 其實也很明顯的是 寶石版的樹敵滿沖的祖先 雖然石月的頭髮已經變白 乍看之下髮色不一樣但鬍子仍然是綠色 而且髮型是完全同樣的款式 使用的寶可夢也跟未來的滿沖非常重疊 在劇情的最後 石月也說自己該做的事都已經做完 接下來他要去溫暖的地區生活 也就是在暗示代表九州的風源 另外在寶可夢特別篇中 滿沖曾經穿著跟石月非常類似的忍者裝進行戰鬥 算是一個非常細節的致敬 來自寶石版的赤燕松、水巫童跟黑白版的阿黛克 這三個人的祖先雖然沒有直接的登場 但在背景的裝飾中 我們也可以明確看到這三個人祖先的蹤跡 那影片到這邊介紹的其實都算是關係非常確定的確定組 接下來的兩個人會有一點點的推測成分 也就是特徵相當模糊的阿芒跟瓜娜 首先在玩家社群之間對於阿芒的子孫有很多的看法 大家大多都會先鎖定深膚色並使用水系的寶可夢訓練家 無論是黑二白二的西子一 或者海洋隊的朝鮮都算是有力後補 但黑二白二的西子一其實有明講過 他的膚色是曬黑的 而朝鮮的故事背景太少我們也無法推斷 但在劇情中有明講阿芒跟瓜娜是一對情侶關係 所以我改變了想法 以他們倆未來也許有結婚的可能 兩人的特徵加起來跟大海很有淵源的劍頓管主 所以屬性道管管主陸黎娜就變成我考察的第一後補 我相信很多觀眾到這邊都在等我講這一個人 因為可以考察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竹蘭的祖先我就留到最後來聊 在劇中其實有很明顯的暗示 望羅跟竹蘭之間的祖先關係 無論髮型或者髮色 甚至使用的寶可夢都幾乎重疊 竹蘭在劇中非常非常喜歡跟蹤玩家 以熱情的態度聞名 更重要的是竹蘭在遊戲中多次提到 他對神話有很深的興趣 這幾點都跟望羅是一模一樣的 有著類似的態度 類似的目標喜歡跟蹤人 望羅跟竹蘭兩人使用的寶可夢隊伍也幾乎一致 兩人在對戰時的背景音樂也是使用同一手的變體 所以有許多人第一時間看到望羅就會想到竹蘭 不過在劇情後半出現一個神秘的魔女 無思 髮色我們不談 無思的髮型比起望羅更加類似竹蘭 而且穿衣風格也非常雷同 其實在感性上無思比起望羅有著更加類似竹蘭的溫柔面 劇情中也有表示無思其實認識望羅一段時間了 根據遊戲中神秘詩文的內文來看 無思甚至可能比望羅還要年長屬於神奧古代人 我們會得到以下的結論 無思他是古代人 望羅是他的族人甚至子孫之一 竹蘭明顯同時融合了望羅跟無思的各種特徵 也同為古代人的後代 最有力的證據就是 無思他所隱居的營地在未來 變成了竹蘭的故鄉深河陣 那如果看到有人只提到望羅可能是竹蘭的祖先 完全沒有提到無思的存在的話 那就是實實在在的考察不足 因為無思對於竹蘭的影響絕對不低於望羅 有著如同反射鏡一樣的關係 那以上是我自己在遊戲中所考察的 寶可夢傳說阿爾宙斯登場的角色 跟未來的寶可夢世界登場角色的祖先子孫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角色正派反派的立場反轉 原作中的好人變成壞人 壞人反而變成好人 那當然有些角色也許我看漏了也歡迎大家補充 有許多角色他們的子孫或許還沒有登場 但寶可夢的世界非常非常廣大 我們也很有機會在未來的遊戲中 看到他們的子孫的活躍也說不一定 嗯?阿璇的祖先? 開口閉口都是錢的伐金仔祖先應該是那個包包圖廢吧? 好啦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麻煩按一個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呢?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現在正式來進入唱名這週 加入頻道會員的環節啦 許志維 不要逃避 Hane Asanifri Channel 輪迴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跟加入 有你們的贊助 我才能夠更加沒有壓力的製作影片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我最主要是非常感謝大家你 請問他 請問他 神愛 神亮 神感 神鏡 神眼 神明 神攝神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